親戚朋友亂出主意 家長意見多 親戚朋友亂出主意 三姑六婆旁邊的 玉琳哥 你的家人應該不敢插手吧 他們喔 他們沒有插過手 他們就是我結婚那一天 然後我就弄了一台車 把他們從嘉義接上來 他們就開開心心的 有先去民雄鬼屋賺一下 為什麼要去民雄鬼屋 這有名啊 對 我們家是嘉義縣水上香 北昌的過程當中不會經過我們 要拋下去對不對 反而倒是婚禮參加完以後 他們有坐那條遊覽車去基隆鬼屋 因為你結婚的時候 你已經事業有成了 年紀比較大 而且那年我都四十幾歲了 當然就是 大老闆對不對 就是我做主了啦 那我倒是有一個 當時有一個員工 因為那員工那個女生很時尚 平常穿著品味就都很時尚 那決定要結婚了 那男朋友是這個受險業者 這個女生當時有一個堅持 就是說 她不要搞那種傳統的 包含菜色 她不要抬菜類的 她希望是譬如說義式啊西式啊 餐點這種 然後她希望說現場的那個花呢 香水百合這樣的感覺 這樣的一個白色戲的氛圍 她最堅持的一件事情 她極度無法接受說 人家那個婚禮進行到一半 然後有親友上去唱什麼呢 卡拉OK 一台那個點唱家 然後在那邊唱 然後一唱唱很久 然後有人喝醉了 欲罷不能 而致辭 連二連三連四連五 一直唱一唱 趕不下台這樣子 因為她希望的是說 比方說找那種弦樂四重奏那一種 就有兩支Violin 一支中提醒 一支那個大提醒這樣子 很高揚 這個男生呢 都說好 點頭如搗蒜 OKOK 這樣好棒好棒喔 好啦 男生回頭跟家裡面 討論的時候 全部被家人打槍 什麼西式餐點 你們開心就好了 你們好吃 你們阿公敢吃下去 你們阿公敢補下去 補 就說不行嘛 就扮的 扮作還是有扮作的菜嘛 就像我們看到 鍾鋪塞那個電影裡面 就是他們要那些菜嘛 傳統的 什麼香水百合 你們老是人喔 香水百合 因為後來比較時尚的商禮也 會用香水百合 就說你結婚嘛 你什麼香水百合 他們堅持要類似牡丹花那一種的 就那一種的 什麼不要卡拉OK 你有沒有搞清楚啊 你那些親戚來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要上台唱卡拉OK 你又沒辦法 弦樂四重奏 揍你媽個頭啊 揍你 他說你 你這樣聽不聽我 你是要死人喔 糟糕 那男朋友就夾輕餅乾啊 那不得不聽家人這邊 為什麼 因為這個男生呢 老實講喔 沒什麼錢 還在指望喔 家裡面給他一筆錢 來開董事業做生意 那老婆這邊怎麼辦 他心裡面知道啦 他如果跟老婆講說 家裡面打槍的事情 老婆恐怕就不會嫁給他 因為很堅持啊 所以他就呢 隱瞞老婆說 OK OK 沒問題 找了那個義大利的那個 Juliano來幫我們下廚了 全約四重奏 OK了 相對百合一定好了 你都不用操心 你就那天漂漂亮亮的 當你最美麗的新娘就好啦 就兩邊隱嘛 想說結婚那天撐過 頭過生又過 過了就是他的了 抱著這種僥倖的心理 結婚當天 那個新娘一到會場 就覺得不對勁了 相對百合呢 沒有 到時看到 一朵一朵一朵很俗艷的牡丹花 那個就是很 我自己都嫌俗氣啦 何況是他這麼有私上品味的人 然後就忍耐忍耐 想說花就忍耐了 後來呢 那個新郎新娘出場 他不就上菜了嗎 當然新郎新娘在台上嘛 他沒辦法在那邊吃嘛 從台上往下看 沒有想像中的義大利餐 沒有義大利牛排 第一道一上來佛跳牆 傳統的 對 傳統的烏魚子 然後海澤皮 他整個傻眼了 他已經忍耐到極致了喔 好啦 那就忍住婚禮不要失態 然後中間不是要去換衣服嗎 反正換完衣服完以後 就該是懸約四重都要上了嘛 他一換完衣服一出來 就聽到有人在高歌了 他阿公 他阿公 南昌的阿公 已經上去 民郵來甘一杯甘一杯 嘿嘿 台下人在那邊嘿嘿 民郎阿倪 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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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已經弄起來了 他整個大抓狂大聲音 我不要接了... 因為阿公唱完阿鼓 阿鼓唱完唱阿姨 然後就唱一些奇怪的歌 什麼唱什麼 這個會有糾紛的 對啊 沒弄好就... 整個場面弄得福不可耐 所以新郎真的不應該 這婚姻被詛咒的感覺 這也是他一輩子的婚姻啊 對不對 這該怎麼辦呢 這樣聽下來啊 我還是會覺得啊 婚前這段期間 真的是調適的階段 如果你發現未來你 在結婚的時候 家長意見就這麼多 親婆好友意見這麼多 其實要做一個心理準備 未來你可能會遇到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反而我覺得 要把重心回到 去跟你另一半討論 好好的討論 然後像剛剛 如果是玉琳說的那個 狀況是真實的話 我會覺得 最好不要欺瞞 難是真實的 要在我的故事難分之一呢 請問不要欺瞞 因為在結婚這個過程當中啊 你如果欺騙他 那他就會擴大你 未來都會欺騙他 他就會覺得你 每件事情都瞞著我 那這樣的心靈打擊 當然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 婚前的投費期 最好就是多溝通 多協調 多同理對方的處境跟感受 OK 我可以跟奶神講一下 Happy wife Happy life 對 是這樣的 不要給自己打麻煩 男人說 你娶什麼樣子的老婆 就有怎麼樣的人生 Make her happy就好啦 搞得那麼緊張 希希 今天學到很多的故事 智慧大家都各自領略了 謝謝四位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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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